今天我们节目还邀请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玉雕大师袁广如老师 他也将现场为我们展示这个玉雕的一些基本的技法 袁老师你好 好 那您今天现场 我看这儿的作品是一个青金石的雕件 那您将给我们展示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方面 这个玉器的这方面的知识吧 这个青金石也是玉石的原材料的一种 现在在世界上产那个青金石的地方呢 就是阿富汗的最好 咱们这块石的呢 就是当初是由阿富汗的构进来的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他这个地方 他一沾水出的颜色特别鲜艳 而且光得了亮将来做得了活 光得了亮就是这种颜色 所以它是成品之后外面在抛光打磨之后 抛光打磨 它是宝石级的 那比如说咱们现场这么大的一块原石 怎么把它变成咱们的艺术品呢 首先要考虑玉石的原材料的造型 它是一个什么形状的 这要考虑到了 另外呢 要考虑到这个玉石 哪个地儿呢 是望头 哪个地儿是根子 这要是我们的行画 所谓望头呢 就是哪个地方呢 是最好的地方 哪个地方呢 就是搁的下边 不好的地方呢 往下搁 刺的地方呢 搁的后边 同时呢 我们做磨玉呢 还要有一个规矩 就是挖脏折柳 因材施意 所以说根据这几句话来说 这块原材料呢 要根据它的造型呢 这面料呢 是好的 颜色也蓝 杂质也少 我可以给你们呢 那个 大概其他那么示范示范 你比如说我打算在这呢 就是仿着这个老子出关 首先要应当把这个人物的 头的大小 给它定出来 因为开脸的时候呢 这个人物的这脸 你不能开的时候 上头带着扭裂呀 那是不是选人物 开脸的部分 也是应该是一块 食料它最好的部分 安排完这头 头以后呢 就要安排手 手的造型的安排 是表达人物的 内心活动的一个地方 把这手要安排好了 我一般呢 把这个手安排在这个 胸部的下边一点呢 手里头一般的老子呢 他因为是道教嘛 我就给他画的 手里拿着一颗如意 哦 过去这如意呀 最早的原始的如意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养养脑 他也是道教的这些养生啊 对 这个修仙的这个 现在呢 就把这个如意呢 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了呢 形成了一个吉祥的 这么一个物件 那您今天现场呢 只是简单勾勒了 它的一些线条 对 让它变成一个成品 从现在的状态到成品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就这块原材料 如果我们把它设计成 这个类似于这样的 一件作品 嗯 在八个月 这件产品才可以得 八个月那么久 对 要做八个月 这个呢 是圆雕 立体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 它这是立体的 哎呀 它这个三百六十度 哎 老子做 你由前面看也行 你由侧面看也是 也可以 看出它很多侧面 能看到它的这个 你由后面看也是 它在做的牛上 哎 哎 坐在牛身上 哎 它是圆雕 这个圆雕啊 你就得要照顾它的 各方面的造型 哎 这个小孩跟老头的关系 就跟老子之间的关系 哎 你都要看得出来 好 今天感谢袁广如老师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 玉器雕刻加工的知识 电视机箱里 也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件的官方微信